民宿记第十四章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 那夜百姓都哭号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全会众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 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虐 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 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 加了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 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失误 并且硬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但全会众说 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 忽然 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故意成为大国 比他们强盛 摩西对耶和华说 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因为你曾施展大能 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 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百姓中间 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 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椅上 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 在他们前面行 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 如杀一人 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 领进他乡他们启示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现在求主大显能力 照你所说过的话说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 赦免罪孽和过犯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致父及子直到三世代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 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 常赦免他们一样 耶和华说 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 仍然试探我这十次 不听从我的话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 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 凡藐视我的 一个也不得看见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志 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 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 明天你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 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 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 我都听见了 你们告诉他们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要找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 待你们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 从二十岁以外 向我发怨言的 必不得敬我启示应许 叫你们住的那地 唯有耶和尼的儿子 加勒和嫩的儿子 约束亚才能进去 但你们的妇人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 要被奴隶的 我必把他们领进去 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 至于你们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 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担当你们隐行的罪 直到你们的尸首 在旷野消灭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 一年顶一日 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 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我耶和华说过 我总要这样 带这一切聚集 敌我的恶会众 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 在这里死亡 摩西所打发 窥探那地的人回来 报那地的恶性 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报恶性的人 都遭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 唯有嫩的儿子 约书亚 和耶夫尼的儿子 加了 仍然存活 摩西将这些话 告诉以色列众人 他们就胜悲哀 清早起来 上山顶去说 我们在这里 我们有罪了 情愿上耶和华 所应许的地方去 摩西说 你们为何违背 耶和华的命令呢 这事不能顺利了 不要上去 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 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亚玛利人和迦南人 都在你们面前 你们必倒在刀下 因你们退回 不耕从耶和华 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 他们却善敢上山顶去 然而耶和华的约会 和摩西没有出营 于是 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 都下来击打他们 把他们杀退了 直到荷尔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